總共我們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完成手機的串接 那工作裡面其實還蠻多狀況 都是要把不同欄位的資料變成一個欄位的資料 或者剛好顛倒 就是說把一個欄位的資料分割成不同的好幾個欄位 比如說像這個前面手機是後面三個要把它合併成一個 那像那個生日部分的話就把它分割成年次部分 甚至還可以分割出它是幾月然後幾日有沒有還可以分割 所以其實工作裡面蠻多狀況 我發現都是解決那個資料的分分合合 所以如果你資料可以懂得分分合合 很快可以把它分出去很快可以把它合併回來的話 感覺好像你會發現整個就是工作都輕鬆起來了 那這個地方真的當然除了函數之外 其實有時候用VBA更快速 OK 像常常同學說 老師如果有很多工作表 想要把它大量分割成不同的工作戶的話 這個地方有沒有用什麼函數可以做 你不會講 這問題很多人問 不下十次以上吧 你不會講沒有 你只能學VBA了 OK 所以有些函數 雖然兩百五幾個 但是很多是辦不到的 OK 你變成說你如果要做到更進階的功能 只能落在學池 所以這個有時候沒有辦法的趨勢 以前可能資料量還沒那麼多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 但是現在資料量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而且這種趨勢應該也回不去了 沒有人說 我現在用data 用大數據 用雲端 我可能慢慢不要用它了 不可能吧 只會越來越多而已 OK 最近微軟也花了 好像投資3000億在台灣 設一個雲端的資料中心 Google在很多年前就弄了 OK 所以其實這 大家為什麼砸那麼多錢 那背後當然有商機 OK 一定也回不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問題 就是 手機號碼怎麼合併 第一個當然我需要的規則 各位可以看到 它規則一定是 上面這邊有個範本 OK 這個範本 那我們做的方式 第一個一定要做所謂的串接 上面當然有提到 你可以用那個 REP加LEN 不過我覺得最簡單的話 用TEST最簡單 那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把09天做出來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09 你就先把09先輸出 我開頭就09 那你按 如果 還沒出完名 你可以先打勾 09就出來了 AND 後面加一個AND串接 串接什麼 串接11這個 有沒有 那你現在沒有出完名 你可以先打勾看看 0911就出來了 然後後面的話 再一個AND AND 一個減號 所以一個minus符號 OK 然後呢 再打勾 0911 一個減號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就是要 產生所謂的 084 你不是說只給它 84 如果84不對啊 我要084 那可是要084要怎麼做 當然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用格式的部分 格式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這兩個 儲存格選舉按右鍵 儲存格式 當然儲存格式 特別是要 所謂的格式是表面上看到 並不是真的 其實是假的 OK 所以如果說你 假設按自訂好了 如果你要 是 三個數字的話 其實你就輸入 三個零就可以了 假如這樣 比如說你自訂 比如說 你在格式裡面 其實是可以自訂的 那如果你要數字 那你就是 三個零 OK 按確立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是084 007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 雖然你現在看到的 表面上是 0 084跟007 對不對 好像是我們要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串接過來的話 它實際上 存在於sale的 還是84 它並沒改變 它只是表面上讓你以為 變成084了 可是如果說你要真的把 你看到的 變成真的是084的話 那中間你需要用一個函數 哪個函數呢 就tester OK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 反正你只要能夠做出格式來 你就有 就可以把它變成 你看到的那個樣子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 當然如果你現在用串的 如果 雖然這邊 是084 但你end end它的話 end這個 這個儲存 的打勾 它還是84 它並沒有因為 格式 而跟著改 但如果說你真的希望 它能夠真的改變的話 那特別重要 關鍵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tester 那tester怎麼做 特別重要 如果你不熟以色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再把它串過來 在旁邊 我把這個 在J J4上面 插入函數 那tester函數 它是在文字類裡面的 一個T開頭的 所以你往下找 T開頭的 ok test 那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想要 有些函數沒用過的話 沒關係 第一個你要先觀察 它需要幾個參數 那按確定之後 第二個的話 它能做什麼 一指定的數字格式 將數字轉換成文字 它就是我們要按確定 然後它會跟你要總共兩個 兩個這個參數 就是跟你要兩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是Value Value 你那個資料給我一下 什麼資料 就84 所以84給它 所以回來的話 它會把84這個資料放在這裡 所以是84 數字喔 後面第二個是 Format Text Format Text 就是 text的顧名字是文字 所以如果看到 text這個關鍵字 記得是文字 前後一定要加雙 移到中間 然後呢 你的規則是什麼啊 我的規則是剛剛那個 在格式化裡面 不是輸入三個零對不對 你就輸入在這裡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輸入在格式的制定 它只是表面上看到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規則放在這裡的話 那它就真的幫你轉 OK喔 所以喔 剛剛那個制定的部分 是做假的 假動作 這個地方是真的 OK喔 你看那個打把 空包彈 剛剛是空包彈 是假的 但這個就是真槍實彈 OK喔 所以你會發現呢 你可以再去觀察 什麼呢 這個函數上面 慢慢要習慣 這邊就會訊息喔 所以要慢慢習慣看右邊 右邊的部分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84 就抓到資料 然後這個是規則 那特別是喔 這個Format Text 一定要前後加雙引號 這個一定是要注意的 因為它是Test 他的同學忽略了 然後呢 回來的結果就會是 084了 OK喔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以後用函數的話 即便你沒用過沒關係 你只要觀察一下 前面的參數跟什麼 後面得到什麼 最後結果對不對 其實就OK了 所以 不是死倍的喔 其實它提供的訊息 我覺得也夠多了 所以哪怕有些函數 我從來沒用過 但是我大概看一下 我大概知道怎麼用了 OK喔 大概是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084就出來了 那這個084 真正的084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概念 用在哪裡 用在這個上面 所以把H4的外面 再包一個Test txt 前刮弧好了 OK有沒有 然後呢 H4就value 逗點 後面的話 就format Text 就是什麼 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再後刮弧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是把H4外面 包一個Test 規則 然後後面再多一個參數 就是 000 前後一定要記得 雙引號喔 規則 我建議啦 一定要熟練 而且不要打錯 如果你不要打錯的話 那基本上 這個Excel 是非常聽話的啦 我覺得啦 有時候 同學用就不一樣 老師你來就OK了 他平常就不聽話 其實真的也沒有太特別啦 只要你要注意一個細節 細節如果注意到的話 真的他是非常聽話的工具 所以有些同學說 是不對 他一定是怎麼樣 所以旁邊要放的乖乖 或之類的 有沒有 你看常常有同學 有同學放的乖乖 或者在主機旁邊放的乖乖 或哪裡放的乖乖 那其實 我覺得主要應該 那也是 也是用方式啦 只是最終還是了解他的細節 按Enter就OK了 我打勾 前面把他打勾 A084就OK了 那 後面的MOMA其實 也是類似啦 所以其實 你後面的公式 應該可以不用重打 沒關係 你就把 把前面的那個 END 一個-的符號 再到TESLER H4 有沒有 這一串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去 為什麼 因為把那個 H4改成 什麼 I4比較好 有沒有 因為他後面的規則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換一個儲存格位置 OK 所以我就從END 記得END 一定要複製到 然後到後刮5 複製貼到這邊來 然後把那個H4的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改成I4的儲存格 再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然後向下填滿 填滿的話就 右下空點快點兩下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OK 所以其實 第一個啦 主要是 讓大家了解 TESLER 在工作上 的這種重要性 因為很多地方 都是差不多的狀況 只要呢 你表面上做得出格式的話 那你就可以 把你要的那個 看到的樣子 真正的變成 你要放在某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長得會一模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一定要用 所謂的TESLER這個函數 OK TESLER這個函數 那如果說 我發現很多人 對那個TESLER完全 都沒有用過的話 所以真的 有些工作 是怎麼完成 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當然 你當然可以藉由其他函數 轉個彎或怎麼樣 但是 畢竟 沒有這麼直接 像我們這個列習題 其實還可以用別的函數 像之前還用到 REPT LEN 或者是用什麼 公司去減的 最後其實可以做出來 但問題是 繞了很大一圈 明明這條路 直接走就到了 它就繞了半天 繞到了 可是很複雜 OK 所以 最直接 有效的方式 那 就是用TESLER來完成 就OK了 所以這第一個 所以TESLER函數 以後 蠻多地方 只要 你看到的格式 你想要把那個 就是結果 給做出一模一樣的 樣子的話 那你就想到TESLER 這個部分 我蠻推薦 各位可以再進一步去了解 那有關那個 TESLER相關的範例 我剛剛有舉 什麼 有一種 參考用書 468招 那個 其實它裡面也是一堆 那個 有關TESLER相關的範例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再延伸 多了解 想要把TESLER函數完全一網打進的話 那你可以再去看看吧 OK 如果 這樣OK的話 你可以先 先用用看 然後 或者是說 只要工作上遇到 類似的情況 多多使用它 OK 非常非常好用 OK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接下來 一樣要用TESLER 這個 叫年次 OK 那年次部分的話 當然 我們如果說 要把 這個 生日的 年的部分 抓出來 因為我要算 這個民國年的幾年次 我們習慣的是 五年級生 六年級生 七年級生 假設會員裡面就是這個 這個 range 那 假設我要統計 這個 年次的部分 當然 你現在不能說 直接插入 樞紐分析表 直接把生日丟進去 很抱歉 它沒辦法消化 因為 在一個生日裡面的話 它的欄位包含 就是年月日 那 年月日 它 沒辦法幫你解析 樞紐分析表 還沒那麼聰明 自動幫你把 年月日都 都挑出來 OK 所以呢 你要先幫它挑出來 所以跟各位講 以後你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其實 相關軟體其實還蠻多 像 後續還有一些專門畫 那個大量的 視覺化功效 Power BI 其實也是一樣 你如果要把 資料丟給他們之前 你要先產生一個 它要的那個欄位 你再丟給它 是OK的 但如果你沒有那個欄位 你再丟給它 你會 就會做不出 你要的結果 所以我的習慣 反正我要做什麼報表 我先想說 我那個報表 需要哪個欄位 那有沒有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 我先把它產生 有沒有 比如說我這邊 本來沒有年次這個欄位 我先插那個欄位 然後我先把這個欄位 變出來之後 我再丟到那個 樞紐分析表 去統計 結果就OK 但如果沒有這個欄位 那很抱歉 你怎麼做都做不出來了 OK 除非說未來 是不是蘇聯分析版本變聰明 自動幫你解析年月日 如果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當然就OK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很抱歉 就沒辦法做到 不過未來我想應該慢慢 會不會有這個 自動解析年月日的這個功能呢 也許會有 但是呢 可能要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意思是說 你要花費用再去買新版 新版有些是會增加功能 像同學說 是有些功能都有耶 廣告上面都有看到耶 說對啊 那你要花錢買嗎 也可以啦 你花錢買解決問題 沒有問題 但問題啊 前提是你要再付費 但如果說你在不想要 額外的費用的前提下 那你轉個彎不就好了 反正我現有功能就可以辦到 我為什麼要另外再花錢 對齁 而且個人 像現在Office 365 他變成 365意思是說 每365天 又要再收一次錢耶 是不是意思 好像不是 我不知道 Office 365 應該各位知道吧 Office 現在Office 以前Office2010 2013 2016 他現在改成Office 365 OK 實際上Office 365 目前的版本 是Office 2019 但他就是改叫Office 365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365 會是 混亂這個問題 因為他想說 是不是每365天 我就要跟你 charge一次費用 那微軟當然很聰明耶 這樣一直賺 每365天又收一次 以前是 我跟你買一次就買斷了 裝身可以使用 但現在是365天授權一次耶 現在很多軟體公司都這樣做耶 像Adobe也是一樣耶 365天授權 又要收一次錢 那等於是說 他用於直徑的收錢耶 那如果你要用這個工具 你就是要不斷付錢 那合理嗎 OK 反正這不是你的重點 我們重點在這上面 請各位試試看 年次部分要怎麼抓 那年次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插入函數用let 插入文字類的函數的部分 如果你用let的話 那你會發現 你let得到的結果 這個資料過來 兩個字嘛 假設我講 看到兩個字 那你會發現 確定 29 明明是70 為什麼是29 哇 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講過 看到的 跟實力上的 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看 你可以觀察一下 以後的話 慢慢習慣 假如說 你把資料 倒過來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看到 C4有沒有 倒過來的時候 你在右邊看一下 它是不是多少 29846耶 我想說29846 這數字怎麼會來的 明明上面不是70 917嗎 怎麼會變成這個 這個 29846 這數字到底怎麼來的呢 OK 怎麼來的 知道嗎 跟70年有點關係 但 不是70年 它這個數字是什麼 什麼意思呢 而且兩萬多 快三萬 這個 這個意思 跟各位講一下 它 就是 跟 那個 西元 1900年的 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天的意思 就是 它這個 它這個 生日 跟1900年的 1月1號 差了 29846天 的意思 所以其實 一個日期 本身儲存在 Excel裡面 就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話 就是跟那個 1900年的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OK 那它 是一個數字 而且如果日期 一定是一個整數 沒有小數點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時間就是 後面的小數點 所以一個小時 就是 二十四分之一 有沒有 二十四分之一的話 當然呢 就會有小數點 後面的小數點 所以特別是 如果在Excel裡面 儲存的狀態 是這樣喔 那你想說 老師 為什麼我看到 是年月 因為格式的關係 特別是 因為格式的關係 它會自動幫你判斷 你是日期 所以我幫你格式 自動幫你轉了 所以喔 背後其實 有的原因 是因為 一次有太 自動化了 自動 幫你 做成 格式 OK 就幫你算完了 你這個 這個天 轉過來之後的話 會是什麼呢 年月日 我可以給一個格式 如果你要是 西月年 我就西月年 你要民國年 如果民國年 可能只有在 台灣的繁體中文版 才會 OK 如果你是 英文版 或其他版本 就不OK 因為沒有這個東西 這可能要特別小心 你自己想說 剛好用Mac Mac裡面就沒有這個東西 或者用那個 英文版 也沒有這個東西 那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辦 我現在沒辦法取得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還是需要透過什麼 透過TES 那TES 要怎麼做 請我先把這邊先完成 並且試試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呢 呢 呢 谢谢大家